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个个都喜欢吃蚝,但是个个都懂蚝? 蚝征服了不少人的味蕾 我们日常也很喜欢用蚝油来调味 蚝还是不少国家的重要天然资源 对维持海洋生态平衡很有帮助 亦有助促进海洋生态的多样性 那我们对于这个海洋宝物认识还有多少? 科学家在南非的山洞里找到证据显示 我们早在十六万年前就已经开始吃蚝 人类养蚝的历史就大概可以追溯到四千多年前 李錦记制作蚝油都有一百三十多年历史 虽然世上有百多个不同品种的蚝 但是我们吃的蚝主要是这五种 当中最多人吃的就是太平洋蚝 占全球养殖蚝的产量差不多有百分之九十八 那么多 我们日常吃的蚝平均是二至五岁大 这个岁数的蚝是最好吃的 而世界上有纪录最长寿的蚝 足足有二百多岁 而且到现在还新壮力健 蚝壳上面有一些纹路 这些是他们的年龄特征 蚝纹就和树木的年龄一样 会随年龄增长 一条纹大概即是一岁 人有高矮肥瘦 蚝都一样 不同品种的蚝大小都会有分别 以太平洋蚝为例 平均有八至十五厘米长 根据建历史世界纪录 目前最大只的蚝有三十五厘米长 比四只成年太平洋蚝加上重要场